又是校园里的大姐大 也是江城柳家的大小姐 家里娇生惯养 导致现在她嚣张跋扈 天不怕地不怕的柳如烟就怕我 我一息记得上辈子 她就是死在了她的死对头手里 这辈子我一定要改变 大姐大女友正将校园闻女主 踩在地上羞辱 我当即一脚将她踹趴在地 拧着她的耳朵哄道 给她道歉 回去我让你随便玩 向来嚣张跋扈的大小姐秒变脸 牵着女主手道歉 后来我每天都被当牛 以为拦住了她作死 谁知这家伙当面一套背地里一套 欺负女主的事情一件没少做 我忍无可忍 跟她吵架闹分手 她气红了眼 转头将女主绑到我面前 你敢分手 我就敢打断她的腿 半个小时前 女朋友给我发来一个视频 纪博唱 看我发现了什么 你最喜欢的小喵喵 视频中 她一身白色球服 被汗水打湿的头发 下一双桃花眼笑意散案 正蹲在地上逗一只流浪猫 这副模样要是被外人看到 一定会大跌眼镜 毕竟她可是柳如烟 江城富二代理出了名的大警罢 所以 看到眼前她踩着 校园如女主的脸羞辱这一幕时 我毫不惊讶 只是肝胆剧烈 想喊一句 活颜望 得罪谁不好得罪女主 那可是未来一个眼神 就可以让她家破产 让她从高高在上的大小 变成流浪汉的存在 我没主动找你麻烦 你倒是亲自送上门来了 今天不弄舍你一条路 老娘就不叫柳如烟 柳如烟嘴角带血 踩着沈幼楚的脸越发用力 狼狈趴在地上的沈幼楚眼眶心虎 目自欲裂 眼看着她的手抓到半截钢筋 就要玩命反抗 我等不及消化脑子里觉醒的剧情 直接冲了上去 想也没想就将身体微轻的柳如烟 踹了个狗吃屎 纪博插 满脸愤怒的柳如烟 在转头看到偷袭的人是我后 脸上的愤怒转为震惊 我瞥了眼女主脸上的脚衣 和满是很近的眼神 地板捏住柳如烟的耳朵 俯身在耳边小声道 给她道歉 老娘凭什么 不等柳如烟愤怒叫嚣完 我又哄道 回去我让你随便玩 她视线落在我裤子上 眸色暗了几分 将没说完的话咽了下去 脸上立马浮现出笑影 起身一个剑步就将手搭在 刚爬起来的沈幼楚肩上 姐妹 不打不相识 刚刚是我下手太重 抱歉啊 沈幼楚将柳如烟的手冷漠挥开 地板抓住她的衣领 我阿婆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一定弄死你 柳如烟手握成拳 眼看脾气又要上来 我赶忙握住她的手 你们有话好好说 柳如烟还没开口 一旁的小姐妹先坐不住 伸手就推搡着沈幼楚叫嚣 撒手 别给脸不要脸 闭嘴 一边去 我瞪了那群小太没眼 阻止他们继续火上浇油 姐夫 你怎么向着外人 明明是她先动手 都给老娘滚 柳如烟丢了面子又没办法发作 只能朝小妹撒气 被她这么一吼 一群人立马散的眉眼 我又对沈幼楚请求道 沈同学 你可以松开她了吗 沈幼楚松了手 看柳如烟的眼神 却冻得可以杀死 我搓了搓手臂 小心翼开口 你阿婆的事 是如烟处理的不对 但当务之急 不是去医院照顾阿婆要紧吗 住院治疗的所有费用 我们会全部承担 希望你大人有大力 不要跟她计较 说着我又扯了扯柳如烟的手 示意她说点什么 柳如烟冷哼了声 对不起 什么态度 是她先动的手 还敢给老娘甩脸色 那还不是你先强拆人家房子 还把人家阿婆弃住院了 我给了钱 我拆她家房子怎么了 你再吼 我一把甩开柳如烟的手质问 看到我生气 她慌了神 连忙来拉我 纪博昌 我不是吼你 我是气晕了头 说话声音大了一点点 柳如烟急得在我身边左右赚着道歉 纪博昌 我承认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跟你大声说话 你别不理我 我回去好好服侍你好不好 我当然没有真的生气 只是为了转移这只二哈的注意力 这混蛋根本不知道 我救了她的命 按照书中剧情 今晚两人并不是一点挫伤这么简单 沈幼楚是书中的女主 身为顶级豪门继承人 却自幼流落在外受尽欺辱 是一个瞎眼阿婆把她捡回家 养她长大 两人相依为命感情深厚 而柳如烟则是沈幼楚在大学时期的死对头 从开学第一天起 柳如烟就看不惯她 嚣张跋扈惯了的大小姐 不会允许有人比她还狂妄 可是阿婆的混蛋儿子早就拿了钱 签了同一书跑了 柳如烟觉得他们家就是想额更多的钱 于是直接来硬的 把人赶出去 墙拆了房子 老人气得心脏并发坐进了医院 沈幼楚性子冷淡又孤僻 唯独在面对阿婆的事情上理智全无 听到消息后直接找柳如烟动手 两个本就互相看不惯的人 气氛上头下手更是没个轻重 沈幼楚被刺激得很了 捡起地上的半截钢筋就捅了柳如烟 招惹了小的 来得老的 柳如烟他爹是出了名的护独子 知道女儿受伤了还得了 不问来龙去脉 直接把沈幼楚弄进了警察局 阿婆也就这么死在了医院 沈幼楚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于是一条人命横跟在沈幼楚和柳家之间 沈幼楚被接回沈家后 柳家就是他报复的第一个目标 而柳如烟则是在知道沈幼楚的真实身份后 第一时间将我送到了我父母身边 还记得在机场分开时 他依旧笑得张扬跟我说 纪博唱 等我处理完了回来娶我 可惜等来的却是柳家破产的消息 车上 管家看着柳如烟脸上的伤面色严肃 小姐 谁这么大胆子敢跟你动手 要不要我让人去叫犬端 这话听得我眼皮直跳 真不愿柳如烟这性子 全都是家里人惯的 我深怕管家背后去调查恒生之解 胆忙接话 我打的 管家咳嗽了几声 少爷打的呀 那当我没说 柳如烟见我终于说话 立马借竿往上爬 把受伤的脸往我面前凑 可怜巴巴道 纪博唱 我脸好疼 给我呼呼好不好 我伸手将他的脸推开 他又跟只狗一样 把头埋在我肩膀上撒娇 纪博唱 纪博唱 李李我吧 前面管家传来的笑声 柳如烟你松开我 纪博唱 你终于愿意跟我说话了 车子刚到柳家别墅大门口 柳如烟就叫停了 表示今晚要去我家住 管家一点不觉得诧异 那晚膳 我让家里的厨师去介绍一家座 可柳如烟刚想答应 想到什么话在嘴边又管弯 可以不用这么麻烦 做好了送过来就行 管家乐呵呵地走了 我瞪了柳如烟一眼 我答应让你去我家住了吗 纪博唱 我这不是怕我爸看到我脸上 带伤又叨叨得不停吗 你就收留我一碗好不好 嘴上是求我收留他 可用指纹解锁我家大门时 丝毫不带客气的 谁让我们两家是邻居 而我们的缘分可以追溯到 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 当年两家同时怀上 同时生产 柳如烟踩着点 比我先出来一刻钟 从小就仗着这一刻钟 哄着我叫他姐姐 明明差不多大 说话走路样样比我快一步 还霸道又不讲理的要命 从小就觉得我是他家的 我妈抱我回家他就哭 只要把我们分开 就要了他的命一样 所以要么他来我家住 要么我去他家住 我们就没分开过 而这些年 我长大后 我爸妈就将全精力 投入科研实验中 常常几个月或是半年 才回一次家 我基本就是待在柳家的 回自己家都少了 上一次我们单独来住 还是高考结束 柳如烟跟我表白 答应在一起后 我就更躁动不已 心里已经想了很多遍 总想跟他探索身体的秘密 但他一直没同意 连接吻都点到为止 开学才一个月 我好像已经憋疯了 门刚打开 我就将他压在了门上 纪博唱 你好帅 但是你臭死了 先去洗澡 他嫌弃地推了推我 我扯着球服闻了下 脚边地点了点套我额头 哪里臭了 这明明是爷们荷尔蒙的味道 见他开始倒数 坐头翔壮 去去去 我现在就去 我出来时 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 头发上的水都没擦干 发烧上的水珠滴落 在我结实的腹肌上 带着别样的用服 臭宝 我不臭了 轻轻 我的手撑在沙发上 将他圈在他的胸前 你先坐好 我帮你把头发擦干 刚用毛巾擦了几下 我手指俯上他的唇 乖宝 张嘴让哥哥轻轻 他兴奋张嘴 房门突然被敲下 我吓得一把推开他 柳如烟皱眉 不悦地去开门 庸人带着餐食进入餐厅 饭桌上 柳如烟突然说起今天的事 纪博唱 成交那块拆迁的事 你怎么知道的那么详细 谁告诉你的 我哑然 一时尽不知要怎么跟他解释 难道要告诉他我觉醒了 所以知道书中剧情 犹豫了下 我试探到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假如 你发现你所在的世界是一本书 而你是书中跟女主做对的反派炮灰 你会怎么做 当然是先下手为强 弄死女主取而代之 我果然很符合他的性格 纪博唱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大脑飞速转动 想到柳如烟母亲 跟他父亲发火的画面 于是将筷子往桌上一拍 你好意思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还没问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你现在就开始对我有秘密了 以后是不是在外面养情人 我都不知道 柳如烟难得见我发火 整个人都惊呆了 满脸委屈道 纪博唱 你冤枉我 我怎么可能会有情人 柳如烟的思路成功被带跑天 接下来 他开始了长达半个小时的 不会有情人论证和申请保证 最后我随口问了句 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建游乐场的事 因为这是我想送给你的惊喜 你的专属游乐场 心脏像洒了酵母的面团 复杂的情绪将心房填满 原来一切尽是为了我 可惜 原剧情中他的游乐场 并没有等到完工那天 看着柳如烟严肃道 你以后一定不要找沈幼楚麻烦 离他远一点知道吗 你怎么那么在意他 今天你已经叫他的名字好多次了 柳如烟醋意大发 我刚升起的感动情绪 瞬间被打破 你不招惹他 我怎么会替他的名字 反正你记住了 不许跟他作对 能离多远就多远 不然你以后都别想我 心好心好你了 好好好 我保证不会跟他作对 行了吧 得了柳如烟的保证 我松了口气 第二天 趁着柳如烟上课的时间 我去了趟医院 找到沈幼楚阿婆时 他正一个人 拄着盲杖下楼梯 颤颤巍巍的样子 仿佛随时会摔下来 我赶忙将人扶住 身后几个护士刚好追来 一个劲劝他回去 一问才知 他是偷跑出来的 根本没有办理出院 阿婆固执的厉害 吵着要回家 先不说他的家已经没了 就是他的病也根本脱不得 若再不及时治疗 半年时间都撑不过 我只好跟他说 我是沈幼楚的同学 受托专门来看见他的 一听到沈幼楚的名字 他立马变乖 小楚的同学呀 我这就回去 你别告诉他我乱跑 他知道要生气 好 我一定帮你保密 将他扶回病房 陪着他聊了会儿天 几个小时后 沈幼楚才气喘吁吁 来到病房 看到我在他愣了下 听到阿婆叫他 才立马走到床边 握住阿婆的手 阿婆 今天有按时吃药吗 你都叫纪伯昌专门看着我 我能不按时吃药 阿婆说完又将我好一顿夸 沈幼楚谋色冷然看我一眼 这里不需要你了 请回吧 小楚 你怎么说话呢 连句谢谢都没有就知道感人 阿婆望着续空 跟我解释 纪伯昌 你别放在心上 他性子一向这样 我趁机跟阿婆告别 又跟沈幼楚暗示有话要跟他说 病房外 我将一张银行卡递给沈幼楚 这是给阿婆的赔偿 除了住院治疗的费用 还有房子的赔偿款 他没接 冷笑了声 讥讽道 这就是你们有钱人的把戏 蛮横的让人无家可归 又假惺惺装好人 我叹了口气 将银行卡放在椅子上 沈幼楚 我承认柳如烟做的是蛮横无礼 但你也要知道 是阿婆的儿子拿了赔偿款 签了拆签同意书 让阿婆无家可归的是他儿子 至于你说的假惺惺装好人 随你怎么认为 这只是我替柳如烟表达歉语 你可以选择不要这笔钱 但也请你理智地为阿婆考虑一下 他的身体耗不起 说完这些 我又将病例分析报告 和一张名片放在影子上 如果你想通了 就联系这位医生 他是心脏病方面的权威专家 那天之后 沈幼楚在学校请假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猜他应该是为了阿婆的手术 专门请假照顾他 但我没想到的是 沈幼楚会找我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到的我的手机号 打来电话时 我还在跟柳如烟亲亲 别亲了 电话 我摸到电话接起 电话那头传来陌生的声音 抱歉 可以求你来趟医院看看我阿婆吗 纪博唱 谁啊 柳如烟凑不来听 我下意识挂了电话 垃圾电话 按柳如烟吃醋的劲 要是让他知道沈幼楚给我打电话 绝对没完 将柳如烟赶出门 给我买溶剂的甜点后 我才又打电话过去询问 得知阿婆临到手术前 突然反悔说不做 沈幼楚怎么劝都没用 最后阿婆提出说 做手术可以 但要见我 我看了下时间 上午九点 柳如烟排队买东西 最多一个小时就回来 可是不去阿婆那边 又等着做手术 犹豫过后 我还是决定去 于是给柳如烟发了条短信 借口有事要马上去学校一趟 就立马赶去了医院 沈幼楚见到我来 阿婆 你不是要见纪伯唱吗 他来了 断上 病房门打开 毕霜单枯的手在空中摸着 纪伯唱来了 阿婆 我握住他的手 扶着他往病床走 沈幼楚跟着进来 没走几步就被阿婆打了出去 病房里 阿婆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包 用塑料袋装起来的东西 层层报纸打开 是几根金条 还有一条长命锁 他颤颤微微塞到我手里 布满皱纹的脸笑成一朵花 这些都是我从小处小时候 气攒下的 他都不知道 要是我这次手术去了 你帮我交给他 阿婆我想劝慰他 他却摇头 纪伯唱 你不用宽慰我 我身体什么样子我清楚 本来也没多少时间好 活到现在已经是赚了 当年要不是捡到小楚 老婆子我早没了活下去的希望 我现在只是担心他 这孩子自幼性子了 身边连个朋友都没有 要是我没出得了手术室 请你帮我照顾他一二 阿婆像交代后世一样 事无巨细地将沈幼楚的事告诉我 这才同意手术 临近手术室前 都不忘握着我的手 叮嘱我不要忘记 阿婆你放心 你说下的话我都记着 你安心手术 一定会没事的 手术室的灯亮起 我明显看到沈幼楚的手在动 想劝他不要紧张先坐下 还没开口他先说话了 可以陪我说说话吗 向来冷漠的人 此时脸上尽是脆弱 我到底没有拒绝 坐下说吧 四人坐的椅子 我们各坐一边 沈幼楚开始说着 他跟阿婆的往事 我静静听着 时而赞叹 十点钟时 我的手机开始震动 是柳如烟打来的电话 我侧目看了眼 还在讲述过往的沈幼楚 到底不好开口打断 挂了电话 给柳如烟发了条消息 表示有事在忙 那边很快回复 纪博唱 什么时候忙完 我去接你 我看了眼手术是亮着的灯 一时半会儿是完成不了的 于是回道 不用接我 忙完了我自己回去 中午一点 手术终于结束 手术很成功 病人还在等待麻醉解除 沈幼楚还没反应过来 直到我晃了晃了 再次告诉他 手术成功 你阿婆没事 她哭了起来 破碎的眼神终于有了希望 双手抓着我的肩膀 再次确认 我阿婆她没事了 对 没事了 我后退几步 想脱离她的双手 这是一道愤怒的声音响起 松开你的脏手 柳如烟上前准备一个大逼动 柳如烟 我拉住她 阻止她动手 她回头看我 眼中满是愤怒和委屈 你心疼她 没有 我回去跟你解释好吗 沈幼楚看柳如烟的眼神不善 却难得没再跟她动手 而是跟我道歉 对不起 刚刚是我情绪失控 做了让人误会的事情 又跟柳如烟解释 今天是我求季伯唱过来 跟她无关 你别为难她 柳如烟却更生气了 你什么东西 季伯唱的名字是你配叫的吗 臭虫就该待在阴暗的角落里 少出来恶心人 柳如烟 你别说了 我们回家 想起阿婆的东西还在我这 我拿出来连忙递给沈幼楚 你阿婆给你的 沈幼楚还没接过 柳如烟就先从我手里夺过 仰手就扔了出去 回到家 我将整件事从头到尾 仔细跟她说了遍 她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这件事后 柳如烟主动带我一起去看望阿婆 纪伯唱 这位也是你们同学吗 阿婆望着柳如烟说话的方向 不等我介绍 柳如烟笑着主动开口 我是纪伯唱女朋友 女朋友啊 阿婆干笑几声 你是有福气的 有纪伯唱这么好的男朋友 阿婆说的是 我也觉得我挺有福气的 从小老天爷就把他送到我身边 柳如烟讲了好些我们小时候的去世 直到被沈幼楚打断 阿婆要休息了 抱歉抱歉 是我化牢了 从病房出来后 柳如烟又主动给沈幼楚道歉 上次是我误会我了 抱歉了 以后你就是我柳如烟的姐妹了 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告诉我 我一定帮你 沈幼楚冷漠道 不必 看来你还是没有原谅我 柳如烟叹了口气 没关系 你迟早会看到我的诚意 态度十分诚恳 刚下楼 我就忍不住夸她 这样非常好 继续保持 只要不继续做死 沈幼楚就不会针对柳家 刚走到住院部楼下花坛 柳如烟就抱着我 索取了一个长达三分钟的亲吻 直到嘴巴都亲得肿了才放开我 我喘着气踢她一脚 被人看见多尴尬呀 她漫不经心抬了下头 情侣接吻多正常 尴尬的不该是偷看的人吗 柳如烟真的有在改变 学校里在有人欺负沈幼楚 她会直接帮沈幼楚欺负回去 有人背后说沈幼楚闲话 她也直接回队 甚至还会给沈幼楚 准备生日惊喜和礼物 只是沈幼楚好像并不喜欢 不仅掀翻了生日宴会 还打了柳如烟一巴掌 我接到电话赶去时 柳如烟正跟沈幼楚道歉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不喜欢过什么 我是希望柳如烟跟沈幼楚 能交好最好 可不是这么卑微地 用热脸贴对方的冷板 柳如烟 你没必要道歉 我一把拽过她 你是傻子吗 别人打你干嘛不躲开 柳如烟无所谓怂怂间 寿星最大吗 还一巴掌而已 没关系 一直冷漠站在一旁的沈幼楚 突然开口 柳如烟 你是不是很得意 自己的演技炉火纯青 把别人当傻子耍很好玩吗 柳如烟脸色变了几分 我真诚以待 你说我在作戏 我是不是作戏 大家不是有目共的 周围的人跟着硬鹤 沈幼楚 你也太恩将仇报了 如烟姐可是掏心掏肺对你好 不领情就算了 还倒打一耙 是吗 那记摆长你来看看这个 接着电子光平亮起 天僻的巷子里 柳如烟带着一帮人 打了一群地痞流氓 踩在为首的女人头上 嚣张的厉害 沈幼楚向你问好 说完就用棒球棍 朝人腿上打去 而沈幼楚平白 招惹了一群地痞流氓被围殴 画面一转 阿婆的毒鬼儿子 跪在地上求饶 不是我想跟你作对 是柳家小姐要我找你麻烦的 你放过我吧 诸如此类的画面还有很多 柳如烟已经愤怒地拽起 一扫把朝屏幕砸了过去 屏幕瞬间裂开凹陷 沈幼楚 你有种 装了这么久的啥 故意放到今天让纪伯唱看到 你到底什么心思 想挑拨我们关系 想他讨厌我 还是想他会跟你在一起 说着就是一拳揍了过去 两人你来我网打得不可开交 没人要的野种 给老娘舔鞋都不配 还敢跟老娘叫嚣 你才是野种 厌慧听毁了个彻底 无数餐具碎裂在地 两人脸上各自都带着血 我一直以来看到的和谐美好 展现出了最真实的模样 这次我没有再去阻拦 而是打了报警电话 柳如烟被抓起来时才想起我 纪伯唱 给我爸打电话 叫他来捞我 柳如烟 我不会帮你传话 还有 我要跟你分手 柳如烟带血的眉梢微扬 像是怀疑自己听错了 分手 对 分手 我不要你了 你想怎么做死以后都跟我无关 纪伯唱 别跟我开玩笑 我会离开这里 离开你身边 我转身离开 半点话也不想继续跟他说了 柳如烟看着越来越远的距离 开始着急 纪伯唱 别走 你别走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回来 我求你回来 喊到后面我甚至听到了他的哭腔 可我不会心软啊 他总是仗着我不会离开他 一次次骗我 回去后 我先跟学校休了假 然后收拾东西 买了最近的一场出国的航班 到机场时才跟柳母发了消息 说明了原委 并让他不要将我的行踪告诉柳如烟 半个月时间 我没有打听国内的消息 也不再操心柳如烟有没有继续做死 离开一个陪伴19年的人 的确让人难受 分开的第一天 我就总忍不住想跟他打电话 离开的第二天 我继续失眠 身体仿佛丢失了一半灵魂 我开始整夜看手机 相册里我们的照片和视频 看到抓周的视频时 我知道 我最终也逃离不开柳如烟的 他的任性从小就深入不锁 红砍上那么多物品 他却只牢牢抓着我不放 甚至看到我分力够到笔时 将笔从我手里抽出来丢掉 换成让我抓住他的手 我哭闹想甩开他 我也不放手 大人想将我们分开 他便谁碰脑水 我知道柳如烟迟迟早会找到我 只是没想到会是这么个场景 当我回到家时 刚将灯打开 就看到坐在椅子上的柳如烟 明明才十几天没见 看到他的第一反应 竟然是想让他抱我 我克制住想要冲向的脚步 面无表情站在门口 纪博唱 趁要分手 他的声音带着沙哑 是我离开的还不够远吗 你居然还会问出这种问题 好的很 居然为了别的女人要跟我分手 他冷笑站起身 我这才发现 我看着昏迷的沈幼楚 脑人儿突突跳着 直到他用沈幼楚威胁我 你敢跟我分手 我就敢把他腿打断 有本事你就打断他的腿试试 看我会不会原谅你 柳如烟将脚对准沈幼楚的膝盖上 高高抬起 又再踩下去那刻抱了句粗口 轻轻放下 我松了口气 推开门下注颗令 怎么把人带来的 就怎么把人带走 柳如烟叫保镖架着沈幼楚到门口 我未闭了下眼 深呼吸准备关门 下一刻 柳如烟一把将抱住 推开他 我们已经分手了 继伯唱可真狠心 我不过是讨要我的奖励罢了 若是以前 我该对他厚颜无耻了 都分手了还讨要奖励 奖励他没有废掉沈幼楚的腿吗 我不想跟他多言 直接用力摔上了门反锁 我这才惊觉自己多傻 立马居然还是我们的生日 也难怪柳如烟进来的这么轻松 我躲在窗帘后 看柳如烟带着沈幼楚离开 沈幼楚被保镖当成肉饼 拖在地上走 走着走着这大小姐就赶浪了 直接把人丢在地上 自己蹲在街边上看着 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起身用脚推了沈幼楚几下 像是在叫醒他 见人没醒 又伸手要扇耳光将他扇醒 手掌张开又握成拳 最后到底没有下手 看着我一阵无语 搞不懂柳如烟大老远 把沈幼楚弄过来 竟然只是为了威胁我 也不知道他是气傻了 还是怎么想的 直到第三天 沈幼楚找到我 我才知道 并非是柳如烟将他绑来了 而是沈家发现了他的存在 沈幼楚的后妈怕他被接回去 先一步找人把他弄出国 准备将人彻底解决掉 恰巧被柳如烟发现 所以那晚他才带着个 昏迷的沈幼楚出现在我家 柳如烟竟然会救沈幼楚 这简直超出了我的认知 他闹我却什么都没说 不 或者已经说了 当他索取奖励时 那他现在人在哪 沈幼楚犹豫到 医院 情况很危急 你要有心理准备 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会在医院 沈幼楚没风促起 脸上全是冷色 有人暗杀我 他帮我挡了枪 我腿一软 差点站不稳倒下 带我去医院 手术室外 这才换我焦虑不安 害怕颤抖 心里哽咽的厉害 我努力告诉自己不要哭 可眼泪还是止不住流下 纪博唱 跟我说说话吧 说说你和柳如烟从小到大的事 我和柳如烟的事啊 那可多了 再没有谁在我生命中 占据那么大的比重 可他又真的好爱我 纪博唱 手术成功了 沈幼楚伸手想扶我起来 被我避开了 柳如烟是个促进 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翻来柳如烟是脚 我醒来时 纪博唱抱着我哭得很伤心 他骂我傻 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命去救别人 我没有跟他解释 其实我是故意的 其一是让他心疼 借此更快挽回我们的关系 其二是知道了 沈幼楚的真实身份后 我必须这么做 第一次救他 只是为了化解之前的矛盾 让纪博唱看到我 他的身份不如我 跟我抢他没这个能力 可这次 在知道他是 金氏顶级豪门权贵沈家的继承人后 我必须得让他欠我点恩情 否则 若哪天他不想将那份感情放在心底 而是不顾一切抢取豪夺 我根本没有胜算 回国后 我第一时间跟纪博唱举行了订婚仪式 这场订婚十分隆重 我恨不得报到上十天半个月 让所有人都知道 纪博唱是我的 其他人甭惦记了 等法定结婚年龄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我知道 有双眼睛时刻在暗处盯着我的纪博唱 那人甚至有意无意安排人勾引我 妄图让我犯下大错 可惜他低估了我的感情 终于等到可以领证结婚的年纪 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 像是宣告胜利 我特意给远在京市的沈幼楚送了情景 婚礼当天他没有来 却送了纪博唱昂贵的手表和一辆跑车 还有一束花 而那束花的话语是 无法宣置于口的爱恋 这束花被我丢进了垃圾桶里 既然知道不该说 那就永远不要说出来 沈幼楚视角 柳如烟没有冤枉我 我确实对纪博唱有不轨的亲自 我甚至羡慕柳如烟 为什么他这种人居然能拥有纪博唱这样美好人 黄黄傲慢的大小几 满身的缺点 黄话连天 却拥有让人羡慕的一切 世界实在不公平 他自以为聪明 在纪博唱面前对我有好关切 背地里却不断给我找麻烦 我都知道 因为他就算在掩饰 也掩饰不掉眼底我的不屑和厌恶 我乐得看他演戏 真相总有被戳穿的一天 纪博唱跟他分手时 我是兴奋的 我觉得我有希望 直到柳如烟手术 我陪着纪博唱那几个小时 我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这份隐藏的爱意 从一场手术开始 到另一场手术结束 我清楚地知道 他们两人之间的羁绊 是我无法斩断的 纪博唱爱他 这份爱早就今年累月刻入骨髓 他的婚礼 我其实去了 我只是远远看着 看他走向那个从出生起 就陪伴着他的人 他永远不会知道 还有一个人 曾经默默喜欢着他